疫情当前 杭州的不少理发店还没有开门 理发在平时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 现在却成了难题 在蒋村派出所看着同事们的头发越来越长 民警静宝平想到了一个人 突然我就想到 我丈母娘是因为是专业的理发师 然后平时呢 就是以前呢我也在部队 她经常都部队去给连队战士都理发的 那我想给我们所里面就是说 所有的民警辅警来服务一下 那我们回去一讲 我丈母娘是非常乐意的 眼前这个烫着黄色卷发的阿姨 就是静景观的丈母娘姓于 于阿姨今年57岁了 在留下社区的边上 开了一家小理发店 就这样派出所的活动中心 成了临时的理发室 一把沙发成了临时的理发椅 电视机也成了临时的镜子 但于阿姨理发的家伙一样不少 电动理发剪 电锤锋 剪刀 梳子 样样齐全 推剪 夹剪 打薄 修边 五六分钟 头发就剪好了 满意不 非常满意 许阿姨 不客气 不客气 怎么样感觉 感觉非常好 感觉人一下精神很多 帅很多 帅很多 那李完你又要直进去呢 李完马上要直进去 你很辛苦 是不辛苦 这都每天工作都一样 很正常的感觉 听说于阿姨来所里义务理发 刚从防疫检查点 轮换下来的福井小舟 穿着便服赶到了所里 前两天我在忙别的事情 然后一直没有时间来 你大概多久没理发 我有一个多月了吧 一个多月了 对 没时间理还是没有 想理的话 有没有地方理了现在 我想想看嘛 这边也是需要 因为他们都站在那个 没有硝烟的第一线嘛 然后我想看 我还是尽我的绵薄之力 我刚刚也好 有这个那个嘛 就给他们来理一下嘛 没几分钟 于阿姨又帮小舟 理好了头发 刚好有个空隙 于阿姨想给记者也理个发 小伙子 要不现在刚刚有一个空间 我看你们的头发也比较长 我也帮你们修一下吧 修一下吧 修一下吧 你们也没地方去理 也忙 每天在地线奔波 那谢谢阿姨 没事 坐吧 我们反正简单弄一下 不耽误你时间 对 我们地上帮你修一下就可以了 为了不耽误 于阿姨给民警们理发 记者让于阿姨 简单修剪了一下 可以感受到 于阿姨在理发过程中的 那份认真劲 好了 谢谢阿姨 不客气不客气 记者了解到 于阿姨已经剪了 二十多年的头发 平时她也经常给部队官兵 消防队员 还有社区里面的老人和残疾人 异务理发 从不收钱 是一个小姑娘嘛 她二十几岁吧 她残疾的 坐轮椅的嘛 在家里行动不方便的嘛 我把他们的电话号码 留下来 然后我基本上差不多 一个月左右嘛 到她家去给她理一次 哦 你就定时定点 对 定时定点 到他们家里给她理一下 静警官说 她跟妻子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丈母娘的理发店里 丈母娘就是个热心厂 前两天还去了留下派出所 和留下街道办事处 给那些抗击在疫情一线的 工作人员理发 到今天 丈母娘已经连续剪了 四天的头发 回家后 她听说丈母娘的关节 有点酸痛 她很心疼 哎呀 你这个连续的工作 对这个手 很吃力哦 没事 没事 没事的 我们也已经习惯了 我听说你这个关节 是不是有点酸痛 是的 就是这几天年老剪 就是不停的嘛 哎呀 这我这是 反正也是举手之劳呗 凭我自己的那个 一点力量吧 把他们解决一点问题 我想作为我们 一些民警 那家属 这样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也是很开心 然后也更有这个决心 打赢这场 这个抗击疫情的战争 幼白包黄剑 记者报道 董事长 汇集报道